小鬼和范澄澄是什么损友典范啊 在外独居的范澄澄邀请了损友小鬼来家里做客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狗了 我也越来越喜欢你 喜欢我一定很辛苦 面对突如其来的告白 小鬼淡定地选择了无数 转身就直接躺在了床上 范澄澄看到后直接崩溃 哥你连鞋都没脱 没关系 你家就是我这样子 他每次都脱我鞋 你不是这么爱脱我鞋吗 看到这儿是不是以为他们是丁系友情 错 大错特错 这两人可以说是一样的跳脱 好不容易有人陪自己玩 范澄澄拉着小鬼就准备用游戏一举胜负 谁输了谁就要做40个俯卧虫 第一轮小鬼输了游戏 可他去开始耍赖 这把不认真不认真 再来一把最后一把 这把80个 200个 400个 就得给400个你就做了似的 这局800 2000个 我们打游戏比的不是谁打的厉害 而是谁赖的厉害 范澄澄无奈点头的样子也太宠了吧 但他没想到 这越生越离谱的对处居然要让他来承受 一个 不愧是自抽赖赖机机组合的两兄弟 这数数的方式可太特别了 范澄澄对此还很得力 8000个其实对我来说也不多 因为我每天都是5万个起 玩捏了游戏 他们决定去户外玩玩卡厅车 一到地方 范澄澄就开始嘚瑟 我还能跑不过我 我的车没有刹车 你都不敢言 他那会飘移 你会飘移吗 飘移太好飘移了 为了增加趣味性 他们还让经济人作为对手 进行激励比拼 只是这两兄弟提出的惩罚 想一想就知道有多恶杠 这也太妖娆了 没想到范澄澄看见小鬼里先横 5次还能更疯丧 切了棒的范澄 又没有辜负小鬼给的优势 靠着一个飘移 成功比对手快了两圈到终点 这下兄弟两人更加得意了 这可把经纪人宿爱得哑 于是公报私仇 忽悠着他们去了一家正不惯 但人刚到地方就受了个下马威 第一个被管者选中的幸运儿是小鬼 范澄澄默默地旁观 听着小鬼的痛呼 范澄澄渐地对他表情管理失败的 脸有了换亲子 看他一脸吃瓜的表情 那里还记得最开始的恐慌 甚至开始调侃起小鬼以后 唱Rub的姿势 只是馆长怎么可能让他这么嚣张 现在的范澄澄就像一条在砧板上的鱼 整个一个大写的弱小可憐无助 彻底躺平的他满脸声无可恋 只是他没想到 观者的威力还远不止于此 有一种回光烦躁的感觉 激烈的多了 起来咱们看脖子 终于爱道结束的他眼泪都流下来了 只是不知道是激动的泪水 还是单纯被疼的 被摧残的一头的两人回到家 一个个一个腿 直接倒在床上起不来了 你给我双耳垫 你往那边 我招你惹你了 就这么大点地方 本以为他们已经动态不得 原来还这么的闹腾 看来这股师傅还是不够努力呀